希望联盟在509大选掀起了强烈的反风 不少人就认为马哈迪效应是西蒙在大选当中胜出的最大助力 不过在大选之后马哈迪效应到底还存在吗 政策措施研究中心创办人拉斐兹早前表示 在今年6月国人对首相敦马哈迪的好感度为72% 可是在西蒙执政半年之后 人民对敦马的满意度就大幅下跌到53% 对此敦马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 他只表示说拉斐兹的民调非常准 早前政策措施研究中心创办人拉斐兹 在个人脸书上传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头写着对希望联盟的提醒 随后还附上了长文表示 西蒙入主不成后 人民对首相敦马哈迪的好感度就急速下滑 今年6月三大民族对敦马的整体好感度达到72% 不过12月初他又做了一项调查 发现国人对敦马的好感度下跌了将近20% 至53% 拉斐兹还说甚至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周屋大臣 表现满意度都高过敦马 对于拉斐兹公布的民调敦马这样回应 尽管敦马对拉斐兹给予的警告反应冷淡 可是对于我国涌现许多外劳和外籍人士 敦马倒是感到十分忧虑 他表示他非常喜欢我国赋予种族色彩 可是太多族群在同一个国家 就会导致大家感到混淆 有的孟加拉及外劳甚至在我国 迎娶马来女性到他们的国家 不仅工作机会被抢走 如今连婚姻机会也被人家占据了 我认为这个国家是一种 multiracial国家 我们喜欢它那样 但我认为不太多的亚人 必须让马来自家的家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Bangladeshis来到这里 2万人的他们 为什么他们在这里 因为我们人们不想工作 所以 Bangladeshis们会做到全部的工作 而且不仅如此 他们现在娶着几个女孩 然后把他们回到 Bangladeshis 早前国家银行一项报告显示 大约200万名外劳来到我国 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 由于肮脏 危险和艰难 而且工作薪水也很低 导致多数本地人抗拒 雇主也只好聘请外劳 NTV7综合报道